印度啊雄心勃勃的实施着针对我们中国的那个东扩计划 它其实想助美国的力量呢来染指南海 那最近又传出来这么一个消息 越南呢它可能会引进印度新型的护卫舰 那这是不是印度那个所谓东扩的一大斩获呢 它会不会将联手越南来对抗中国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据印度战略焦点杂志的消息来说啊 近日越南对印度的下一代导弹舰项目 也就是那个NGMV啊很感兴趣啊 正在和印度那边商谈着呢 有可能达成进一步这个采购的意向 要说起越南的海军呢 那现在确实是情况是不太好的 它正面临着严峻的装备换代的压力 水面舰艇中你看啊 除了在11年的时候 引进俄罗斯那个猎豹3.9型轻型护卫舰 还有俄罗斯给了它这个技术转让啊 越南在这国产化的那个小型的毒蜘蛛级 小型导弹舰之外呢 其实就是一个导弹快艇 那越南其他的水面装备 几乎就是老破小了 所以它买新舰就是比较迫切的一个现实需求 咱们说这个印度军舰的口碑呢 一向是不怎么样 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啊 你看印度海军都嫌弃自己的东西啊 那么这个越南为什么偏偏会看上印度的东西呢 你说哪怕你买韩国的军舰 都比也好过买印度的嘛 因为这个越南这边啊 现在呢也确实是压力比较大 能有的路子也不多 但是越南它又不傻呀 你想买印度的军舰 这个确实是真的 但是印度想拉上越南来对抗中国 这个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啊 印度和越南的都是八百个新眼子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打算 印度的这个NGMV下一代导弹舰计划呢 实际上是一个驱逐舰的计划 他们的目前的构想呢 是在2200吨到2800吨的排水量吧 他要取代印度的比较老旧的克拉基轻型护卫舰了 印度计划的这个NGMV呢 它的主动力是一台美国的LM2500燃气轮机 那武器方面呢 它会用以门意大利的奥托96毫米的舰炮 两座AK630的进放炮 这个是俄罗斯的嘛 还有八单元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电导弹 这个垂直发射装置 这个也是印度和俄罗斯合资生产的吧 另外在防空方面呢 它会用到这个32单元的VLSRSAM的短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这个其实呢就是印度引进的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垂发的印度版本 那么在印度看来啊 这个呢对它来说啊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都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斩获 那就不但能够赚钱啊 还能通过加深和越南的军事联系啊 在东面的这个方向上来牵制我们啊 印度媒体呢 你看就把这个双方还正在商团接弹的这个事情给捅出来 这个颇有点比较得意要制造这个舆论的这个味道 但是越南和印度接触这个事啊 那可不是按照你印度的心思来的啊 越南也有人家自己的打算 首先啊 看印度这个下一代导弹舰这个计划啊 你仔细琢磨琢磨 它其实还是有非常浓厚的俄罗斯的这个血统啊 据称呢 俄罗斯也参加了这个研制 那这对于有使用俄式武器的越南来说啊 有这个传统嘛 越南主要的东西都还是从俄罗斯那来的嘛 那么对越南来说呢 它就有比较好的这个继承性 你用起来顺手 各种保障呢 也就相对比较容易吧 能够尽快的生成战斗力 而且现在俄罗斯的这个造舰能力是大幅度的衰弱 越南想要搞到俄罗斯的军舰 那也要不到吧 那当然知道这个印度军舰不太靠谱了 但是越南啊 它这也是退一步的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了 第二 越南呢 是有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的 印度的下一代导弹舰这个计划呢 它其实不太受美国的制约 你看它的主动力 虽然用了美国的LM-2500的燃气轮机 但是这个已经啊 是一个货架产品了 在国际市场上 可以找到很多替换的这个零物件 那么未来在维护保障上呢 美国是拿捏不住越南的 那么无论从装备安全和政治上啊 都不会被美国牵制到里面去 如果说越南它去引进韩国军舰 韩国军舰大家都清楚啊 这其实就是美国东西在韩国的翻版嘛 将来美国要想从这个角度来去拿捏越南的话 那这个越南就相当的被动了 第三 越南这么做呢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 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哈 就是越南想告诉外界啊 不选择韩国而选择印度呢 它就保留着与美国的一定的界限 至少不至于引起我们对越南的高度警惕 从而呢去破坏中越的关系 也就是说啊 越南它心里很清楚 它和我们斗归斗 但是呢 它不像像菲律宾一样 被美国当作枪使 越南它非常清楚 即便要借助美国来去发展自己的经济 以及增加和我们平衡的这个筹码 它也要把和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关系摆在第一位 越南它非常的清醒